大家好,我是勇敢的阿林 我刚才感觉自己真他妈怂,你知道吗? 事情是这样的 金河到静岭根河这段修路特别烂 天上还下雨 然后堵了两个小时 一放行以后整个路都是泥 然后呢,正常行驶我要超车 超车的时候呢,旁边有水坑就溅起了水 好像是崩到了一色白亮商务 当时我没注意啊 这辆白色的房屋过了一会儿就疯狂的追上来 你知道吗?在我车头给我变停了 下车就吵 非说什么我把车衣服崩脏了 我是首先保持抱歉啊 但是说不好听啊 你出来玩,这个路这么烂 下着雨,你不关车窗 就是溅上了水也不能怪我 而且当时只是这一点点 有两三点水,不依不饶吧 还拿出了一把刀三个人 就要跟我拼命的样子 我真的是很火 我不是现在成熊熊啊 这么多年没受这个委屈 我也不怕他们 但是为什么当时我怂了呢 因为是这样啊 第一,我媳妇怀孕了 再过两个月就生了 如果我跟他打起来的话 肯定我肯定要被逮起来 逮起来的话 到时候孩子一出生 我在监狱里 第二,因为后天要上团 我着急忙赶回了赶路的 是来接待客人的 我不是跟他打架的 真的很火,很火 如果是说再往前几年的话 我肯定不是这样处理 后来呢 我就报警了 我现在已经进到金河镇了 我再给派出所打个电话 我已经到金 你来到派出所 就是政府你知道吗 这个政府的 行行 你联系到那个车主了吗 那个车我查了 他属于个外地车 应该是买女子吧 我不清楚 他黑也排着 反正他车里有凶器 然后下了三个人 已经对我构成人生威胁了 你们要拦截他吗 还是怎么样 你先来所有他 你先来所有他 我可以去车里 但是他离我不是很远 他可能一会就走了 就是他也是往这层拦的 对,我俩是一起一个方向 我是超车 我真不是故意崩得水 那路太烂了 我以为他往金河那边走 没有没有 我现在已经到了金河的派出所了 我先把车停好 咱们进去看一下啥情况 这块我就先不拍了 回来告诉你们 现在车跑到这个港卡这来了 准备设卡拦截它 在这拦截了快一个小时了 还没有看到那辆车 搞不好他已经是 提前跑过去了 这个拦截并没有有效的 得到一个解决 因为那个车可能是逃跑了 民警的意思是说 就算拦下来了 也能是只能是把管制刀具给没收 因为说是没有真正的凶凶 没有给我造成人体的伤害 就是把刀没收就拉倒了 咱也不太懂法律啊 你们有懂法子吗 帮我分析一下 就是吃刀伤人 然后并没有说扎到我 然后呢就算没收刀具就可以了吗 这我就不太懂了 这次拦截没有成功就拉倒了 也没有说通知下一个 那个派手锁进行拦截 这我就都搞不大清楚 反正第一呢我不怕他 第二呢他没有对人 没有说是伤到我 第三呢我没有想跟他发生什么肢体争斗 但是我心里很火 你想做一个文明的人 然后呢想寻求正当途径解决 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大事化小事化了 谁不吃亏 谁就就是心里面就坦然就舒服 谁吃了亏谁心里就不舒服 挺火挺气 现在我又到了阿龙山修路堵车限时放行的地方了 我去往前看一看 看见那辆车在不在 如果说他在这里的话 出明他还是个爷们没有躲开 如果没有看到他直接挑头回去了 报警的话没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剩下最后几辆车没有看到他踪影啊 阿龚可能是装完毕以后挑头回去了 现在我挺后悔当时没干他 因为我以为法律会保护我 当时他手上有刀我并不是怕 第一 媳妇怀孕了 九月份生 我不想是惹事 第二 明天护田要出团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 到头了没看到他车